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4号星期五 这是一期会员专享视频 所以这里边这个消息 未经证实想到消息 咸阳北道 而是北朝鲜那边 20日有脱北的民众 想要偷渡 渡河偷渡到中国 然后被中国士兵追捕 追捕之后开枪了中担 以前其实对于脱北者来讲 我们是不开枪的 现在为什么开枪 就是担心的从北朝鲜 会有输入病毒 就是说病例进来 最后士兵没有办法 抓不着他都跑得太快 你知道吗 怎么办就开枪了 开枪击中之后 由于伤势严重 送往了吉林省龙井市的医院去治疗 然后对他进行了病毒测试 结果呈阳性 还是个新冠患者 这条消息虽然很短 但是里边的信息量特别大 之前我们说 在跟朝鲜边境之后 就是说我们发了通知 让大家不要接近边境 一旦接近边境之后 有可能的被射击 那个时候就认为 都是北朝鲜打我们这边 假如我们有人过去 因为我们有一些导营 喜欢过去 那做点小生意 拿点中国的小的这种什么丝袜 巧克力 去跟人换点什么 那边的人森 那边他不用那种高绿森什么的 去换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回来 卖钱 人就挣点差价 挣点钱 然后就认为 就是说 当时就认为 北朝鲜那边可能对我们导言会开枪 等于现在这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边 如果那边有拖北的过来 我们现在也开枪 双方都是担心疫情 他们担心我们会把疫情传过去 我们担心他们会把疫情传过来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北朝鲜并不是像他说的 疫情百分之百都控制住了 对吧 假如这条消息是真的 当然要说这是会员专场视频 所以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而且如果有一个 拖北人一查 就是阳性的话 那是因为他那边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他那边有点严重 是吧 所以就是说虽然是一条 很短的一条消息 但是里边就是说 给了你很多的信息量 甚至有人怀疑 就是说金正恩这次病情 这么严重 是不是也跟新冠有关系 也有这种观点 就是认为 是不是由于引发了 他的基础病 因为他自己本身 之前我们也说了 这次新冠 对于那些 比如说过度肥胖 然后心血管不好的人 有这种金属病的人 你才得到新冠之后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吧 因为他毕竟他还年轻 他年轻 如果光是一个心血管的手术 闹得这么厉害 我们不太了解情况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也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但是现在都不确定 好吧 无论如何 这是一期会员转小视频 所以不是很确定的消息 好吧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